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和严厉的嫌疑是一样的 不过 用一部分的资料 就能轻而易举地害死那么多人 那么 他必然想要第二份资料 哦 所以严家家才要勾搭那几个小男朋友 来偷第二份资料 但是猫儿 放替天行道的人 并不是严家家呀 还记不记得 陆良的论坛上面 经常出现替天行道这个妄名 嗯 赵京的父母经常会接触到陆良 一切都和陆良有关系 所以 我也想到了一个人 展昭边说 边点出了那张图片 虽然戴着面具 可是 他很像上次到警局 给我们送研究资料的那个 陆良的学生 展博士吗 您是展博士吗 我是替他心理学的研究生 我知道您是这方面的权威 请您务必看一下我的调查资料 我也想到了他 然后很巧的 幸亏那天他冲进警局来了 我们找到了他 出现的监控录像 一比较 的确是同一个人 真的 我让蒋平查了一下 这个人叫杨晨 是陆良最信任的学生 而且陆良有很多病人 都让他来看 那就错不了了 不过 还是少了一些 若是能再掌握一些证据就好了 你说的再掌握一些 是什么意思 这整个案子 我都可以串联起来了 只是 还少了这个人 他究竟是谁 似乎一直都在 但又似乎从来没出现过 展昭说着 指了指那个贯穿始终的 穿黑色套头衫 带西起猫面具的 不明嫌疑人 马尔 上次蒋平查到 那个替天行道 似乎也是 你说有会的吧 嗯 你想说什么 如果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 那么 坏业教主是严家家 替天行道是杨晨 两个女生都是你说有会的 我虽然对心理学不太了解 不过他俩的言论风格 似乎有些不同啊 没错 幻业教主非常的极端 在他的理论里 心理学是万能的 而且人分三六九等 优胜劣汰 感觉有些法西斯倾向 那替天行道呢 替天行道自有些完美主 他认为心理分析 在犯罪心理学上的运用太少 另外人们对心理学也不够重视 还记不记得分尸案和知己案的最终目的 分尸案 心理学万能 方物案要求策划 心理学干扰行侦 知己案 心理学需要被更多的推广 现在整个社会对犯罪心理的兴趣 简直就是空前绝后 莫儿 这个案子的目的很混乱 但起码有一条线索是明确的 你的书迷分成了两派在竞争 并且 向你致敬 竞争 致敬 怎么会发展成这样 莫儿 我还要去审问旁极 你早点睡吧 不准走 我也要去 真要我带你私奔啊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问旁极父子 还有 我要去查安叔的底 我有一个猜想 什么猜想 你先带我去 被你爸发现我就死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 你要我背你翻墙出去 莫儿 你也太高估了不是 白玉堂说完穿上鞋 起身就要走 展昭一把将人揪住 我不来了 死猫 你害我 死老鼠不讲义气 正说着 就听楼梯上脚步声响 展昭一惊 白玉堂着急想跳窗 展昭揪住衣服不让走 与此同时 就听展起天已经走到了房门外 伸手轻轻地敲了敲门 赵昭 你在和谁说话呢 展昭伸手对着衣柜一指 白玉堂赶紧躲进去 展起天开门进来 看了看 和谁说话呢 没有啊 哪来的电脑 呃 在枕头下面找到的 位子里白玉堂忍不住笑 心说这猫还真是撒谎无能 那我去睡了 你在这儿休息 说完 展起天关门出去 随后又像是想到了什么 把门推开 告诉玉堂 要是没吃饭的话 吃了饭再走吧 桌上留了很多菜 还有啊 三脚猫就别爬窗了 走楼梯吧 我去睡了 说完 展起天关门离开 展昭脸仗得通红 转脸看缓缓打开的柜门 就见白玉堂蹲在柜子里 若有所思 两久才问 猫儿 剩的什么菜 一晚 镶嵌小路上 凉风阵阵 两边田野里 青草伴着野花的香味 重鸣声声 天上星光闪闪 莫儿 你爸煮饭挺有一手啊 难怪把你养得那么丢 白玉堂背着展昭 边走边赞叹 展昭趴在白玉堂背上 手上拿着根牙签 下巴架在白玉堂肩膀上 一手固定住他下巴 一手给他踢牙 好远啊 你把车子停哪了 山下 太近了 我怕你爸发现 远了还不是被发现 还不如停近些 我背你 我都没说累你 抱也什么 哼 慢 呀 戳到牙肉了 活该 驾 两人打打闹闹 好不容易上了车 白玉堂发动车子 猫儿 先去哪儿 沈那对螃蟹夫子 嗯 现在晚了 只能去问那对父子 明早再干别的 待会儿还要送你回来啊 谁说要回来 我要回家 白玉堂听得眉开眼笑 发动车子 向医院驶去 庞庆和庞吉都伤得很重 在家户病房里住着 展昭不禁暗叹 白氏兄弟 出手都狠狠啊 负责看守工作的警员 开门让白玉堂和展昭进去 展昭不肯让白玉堂背 只叫他扶着自己 病房里 庞吉还带着呼吸器 庞庆呆呆地靠在那里 抬眼睛两人进来 也不说话 展昭看了他们一会儿 问庞庆 伤怎么样 少猫哭耗子夹慈悲了 说你没见识就是没见识 猫哭耗子 绝对是真的心疼了 展昭狠狠飞了个白眼过去 你还有心思呢 白玉堂一挑眉 我说的是实话 展昭又瞪了他一眼 警告他不准乱说话 就转脸对庞庆的 你们想报仇 心情我能理解 不过最好自己动动脑子 别被人当枪使了 什么 庞庆抬起头 满脸的狐疑 我什么意思你心知肚明 不然你以为庞小琴是怎么死的 庞庆皱起眉 似乎是在想着什么 脸上变颜变色的 展昭满意地对白玉堂点点头 我们回去吧 白玉堂有些吃惊 盯着展昭一挑眉 像是问 问完了 展昭微微一笑 问完了 白玉堂皱眉 重要的在哪里 展昭神秘兮兮的一笑 我告诉你 无奈白玉堂还是扶着展昭出了病房 回到车子上 白玉堂问 莫尔 你葫芦里卖的什么呀 小白 你车上有没有窃听器啊 莫尔 你要那么猥琐的东西干什么 你去找一个来 我有用 白玉堂叹了口气 打电话给蒋平 果然他那里有 两人就回警局去取 在楼下拿了窃听器后 白玉堂问展昭 去哪里呦 南街的编辑部 你说你编辑那里 孟儿 这事跟你编辑有关系 钱明月这个人 很奇怪 你觉不觉得 他太热衷于让我出名了 如果只是为了销量 我的书已经是畅销了 而且保持神秘感也很好 有不要这样认真吗 也对啊 不过 他不像和这个案子 有直接关系的人啊 啊 有人指使他 这个女人挺能干的 不像是那种 随便让人摆布的角色 所以 我更相信是有人胁迫他 所以 一旦他完成了目的 就会跟那个人报告 行啊 猫儿 难怪要找窃听器了 我还让蒋平监控了 钱明月的电话 只要他在 这次我们一定会 有所收获的 那你要怎么让他上钩啊 该不会 真的去开什么签名授书会吧 才不会呢 不是有现成的吗 我那个书友会的成员们 我想进进来吧 哦 贼猫 到了南街出版社的楼下 展昭探出头往上一望 果然是灯火通明 这钱明月 这钱明月 似乎很喜欢加班 听说这个出版社 她是社长 给自己干 当然拼命了 两人上楼 就见编辑室的大门 虚掩着 透过门缝 就见钱明月 正埋头神稿 只是不知道为何 显得满脸疲惫 展昭轻轻地敲敲门 推门进去 尽管先敲了门 但两人的进入 还是吓了钱明月一跳 待看清楚是展昭时 钱明月笑了一下 当看清展昭身旁 还跟着白玉堂时 脸色又白了白 大概还记得 上次白玉堂 来找她的事情 见她脸上的表情 在一瞬间变化丰富 白玉堂失笑 钱明月赶紧 笑着站起来 一见展昭被白玉堂扶着 有些吃惊 小展 你早怎么了 啊 没事 受了些伤 哎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你不是蚊子吗 做蚊子都这么危险啊 钱明月赶紧搬了凳子过来 给展昭坐 展昭笑着坐下 钱明月又忙着 招呼白玉堂坐 走去倒茶 对了 这么晚来找我有事啊 钱明月小心翼翼地问 边看了白玉堂一眼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 钱明月似乎是特别地惧怕白玉堂 而且应该不是为了之前的事情 啊 我们正好经过 听你办公室的灯亮着 就正好来找你说个事情 展昭笑得尽量放松 钱明月也似乎是渐渐地放松了下来 啊 有什么事啊 我想办个书友会 哐当一声 钱明月手中的杯子砸了一个 手还被开水烫到了 惊得她直蹦 书 书友会 真的 对啊 有什么问题 哦 不是 我是见你之前都不愿意 现在突然 当然不是盈利兴致的 只是我最近也不能办公 闲着没事 就想找几个读者 大家见见面 人员就你挑吧 少一些 十几二十个就够了 不过 不能通知媒体 那我们也不打扰你了 告辞了 钱明月赶紧点头 脸上的喜色 白玉堂和展昭 看得是清楚明白 白玉堂扶展昭站了起来 边帮钱明月 把凳子收到一边 不喝杯水再走啊 钱明月嘴上虽流 但已经放下杯子 往外送客了 展昭和白玉堂 都心中了然 钱明月真的是很着急 不再多坐停留 两人告辞离去 将两人送到楼梯口 钱明月突然叫住展昭 小展 小心啊 展昭点点头 被白玉堂扶下楼去 下了楼 上车 两人开车离开 使到拐角的时候 展昭 展昭清楚地看到 钱明月就在窗口 看着两人离开 车子到了拐角就停下来 白玉堂拿出连接窃听器的对讲机 开大了声音等着 就听钱明月看着两人离开之后 回到房间里 呼吸声变得很剧烈 转了几圈 嘴里嘀嘀咕咕说着 太好了 老天保佑 老天保佑 便掏出电话 开始按号码 蒋拼扫就在办公室里守着了 一看着电话有反应 赶紧追踪 窃听器里 传来了钱明月打电话的声音 喂 是我 他 他说要开树友会 对 真的 我没骗你 通知媒体 他不让的 好好 你先别着急 我做就是了 不过 你要把东西都给我 好 好 说完 他挂断了电话 随后就听钱明月沉默了一会儿 低声道 小斩 你别怪我 对于你 只是曝光 反正也不是什么坏事 对于我 可是关乎身家姓名的大事 说完 钱明月拿出手机 开始打给电视台和几家新闻杂志社 这女人果然有问题 展昭点点头 脑子里还在回想刚才钱明月对她说的那句 小心 无论如何 这话是真心的 钱明月干所有的事 其实都是被逼 也不能怪她 白玉堂一看展昭的表情 就知道她有同情心泛滥了 伸手掐她腮帮子 你也别同情她 这钱明月还不知道干了什么呢 她那么怕我 只怕是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 是啊 你厉害 黑猫警长 黑猫警长是你 白玉堂笑着凑上去 刚想亲 电话响了起来 一看是蒋平的 赶紧接起来 蒋平 怎么样 追到了 是一部手机上打出去的 手机号码申请的身份证号 已经核实啊 是安灵力的 什么 涛 你别大半夜让我干这种事情吧 我刚才查到安灵力名字的时候 惊得汗毛都竖起来了 要不是马汉和赵虎在休息室里值班 我估计就吓跑了 瞧你这点出气 猫儿 你还有什么吩咐没 蒋平 安灵力电话的接听所在地能查到吗 地点在梯大一带 还有 后来大区的几个地点都查到了吧 查到了 都是电视台和报社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一眼 果然 叫卢方以警帮的名义挨个去通知 就说展昭的书友会已经取消了 不用报道 要他们配合 不再提起这件事 明白了 猫儿 现在呢 还能怎么样 回家睡觉吧 等明天一早就去查安叔的老底 老底 猫儿 安叔最多隐瞒了他太太早就疯了这件事 还能有什么呀 你那么热粥鱼去查他的底细干嘛 如果我的猜色没有错的话 安叔他 隐藏着一个大秘密 清晨五点 白玉堂被吵醒了 没错 小白是被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 以及咯吱咯吱的翻声声音弄醒的 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白玉堂望了一眼身旁正在忙碌着的展昭 猫儿 你干什么呢 展昭现在的状态颇神奇 双眼是紧闭着的 这点白玉堂从不怀疑 他连做梦都没梦到过展昭 会在清晨七点之前主动睁开眼睛 只是展昭的头 钻在软乎乎的枕头里 似乎很烦躁 兵材不停地翻过来翻过去 手还在不自觉地蹭自己的腿 白玉堂看得有趣 叫也醒了 干脆转过身 专心地看起来 展昭全然不觉 还是不停地动动动 这猫是做梦了不长 白玉堂疑惑 伸手推推它 猫儿 怎么了 痒痒 白玉堂有些吃惊 把展昭搂过来检查了一下 哪里痒痒 被蚊子咬了还是怎么了 展昭被白玉堂抖过去之后 还是很不老实 白玉堂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才发现 展昭是想抓自己的腿 这么说 养的是腿 又看了一会儿 白玉堂才了然 原来是展昭受伤那条腿的伤口 开始结痂长肉了 所以这猫才养了 有些无奈地摇摇头 白玉堂起床 去冰箱里拿出一个冰袋来 小心翼翼地 在展昭小腿伤处的周围 轻轻地敷了一下 果然 展昭立刻就老实了下来 白玉堂躺下 把冰袋放到床头柜上的杯子里 又伸手把展昭搂过来 不让他再继续去抓自己的腿了 就这样 展昭动一下 白玉堂就用冰袋给他敷一下 直到天渐渐大亮 展昭醒过来 醒了 早上吃什么 展昭仰脸看着白玉堂 清醒了一会儿之后 猛地一睁眼 弹起来 快 几点了 猫儿 平时你起床 要有这么积极就好了 白玉堂堪堪堪避开 才没和展昭撞到一起 展昭迅速地穿衣服 准备起床 走 我们开车居然收到老家 现在才七点啊 一大早去查什么 安叔的老家是在乡下 我们就去那里 他爸妈好像早就过世了吧 不是去找他爸妈 我们去找他夫人的爸妈 一个小时后 白玉堂开着车 带着展昭 来到了安叔的老家 S市郊区的一个小县 安叔的夫人姓常 叫常小言 妈妈已经过世了 现在剩下一个老父亲 住在县南 白玉堂看着蒋平给调查的资料 跟展昭补充说 老头今年已经77岁了 孟儿 待会儿咱们可别刺激他 他说不定 不知道安领丽已经死了这件事 我明白 警局法医室里 公孙正在看之前所有分尸案 和开唐案的资料 有人敲门 赵虎和马汉闪了进来 两人刚想开口 看到公孙眼前的一个凉杯里面 盛着一些白色的乳状物体 两人战战兢兢地伴 公孙 干嘛 公孙拿起凉杯 用勺子咬了一勺放进嘴里 嚼嚼嚼 一口吞下 两人立刻感觉胃部一阵翻江倒海 这个 什么东西啊 脑啊 脑 谁的 豆腐的 哦 你俩来干嘛 鬼鬼祟祟的 哦 我们刚才去了他安叔的更衣室 找到了一顶安叔带过 忘记带回去的帽子 照顾说着 将一只背在身后的手拿出来 手上拿着一个帽子 是老人睡觉时戴的那种 拿这个来干什么 马汉将另外一只手从身后伸出来 给公孙看 就见他手上拿着一根头发 我们在帽子里找到了一些他的头发 然后我们有安灵力的尸体是不是 你俩想要我对比 安友道和安灵力的DNA 嗯 为什么 你们怀疑他们不是妇女 展博士好像对安叔特别在意 不过 这样做 其实不太符合规定 公孙冷冷看了看两人 伸手切过头发 推推眼睛 规定 什么规定 在法医室里 我就是规定 说完 公孙转身取DNA做比较去了 两人刚准备出门 马汉突然停住 伸手指着门边一个新天制的玻璃柜子 赵虎凑进去一看 就见这个玻璃柜非常的精致 里面整齐地摆放着资料 而资料的中间还夹杂着一些艺术品 心脏形状的阴灰缸 主动脉上面还插着一个手指头造型的打火机 头盖骨形状的花盆 两个黑洞洞的眼睛窟窿里 长出两根打着卷的水竹 盆骨做的水果盘 上面放着四个橙子 每一个上面都用黑色的记号笔 画上了表情丰富的骷髅头 还有一大排形态各异的乌骨娃娃 资料后面的柜子壁上 贴着咒怨的海报 马汉和赵虎默契地开始刷新自己的记忆 把眼前的景象屏蔽掉 转身出房间 心里赞叹 公孙的恶趣味 真的不是一般人类可以理解的呀 白驰这几天一直跟着赵真 跟得可谓是触目惊心了 因为他亲眼见识到了魔术的训练过程 白驰始终不知道赵真这个所谓的 最厉害的魔术究竟是要表演什么 因为他把魔术的过程拆开了练习 潜水占绝大部分 逃脱也占很大部分 白驰轻眼看见赵真 把自己捆得跟个粽子一样 却能在藏进箱子里一分钟之内 成功地逃脱出来 但是等白驰走近了一看 才发现赵真身上到处都是大伤小伤的 有时候白驰实在想不通了 就问赵真 你家里本来就那么有钱 你也那么有本事 为什么偏偏要变魔术啊 退一步讲 边边硬币边边报纸不就好了吗 干嘛要弄得这么危险啊 迟迟 想不想去撒哈拉呀 什么呀 你又扯开话题 我说真的 我说真的 你想不想去 去那干嘛 鸟不拉屎的地方 赵真笑而不语 继续去练习 这时封闭的训练房里 走进了三个人 白驰回头 就像是上次在宴会见过的那三个魔术师 赵真的经纪人赶紧出去 抱歉啊几位 我们是封闭训练 有什么关系啊 这时从门外又走进来了一个人 正是严佳佳 白驰对严佳佳的印象极不好 而且他还是警方目前为止最大的嫌疑人 就有些紧张地站起来 在一旁看着 脑子里不断地回想着赵绝跟他说过的那句话 告诉赵真 变魔术的时候 小心一些 对不起啊 严小姐 这是不让参观的 哎呀 干嘛那么小气 变魔术不就是给人看的吗 这 赵真的经纪人和助理都有些为难 不远处的水潭里 赵真浮上来 摘掉潜水镜甩了甩头发 无所谓地对经纪人当 没关系 让他们看吧 严佳佳转眼打量了赵真一会儿 微微一笑 赵大魔术师 请继续吧 白驰看到严佳佳眼中闪过的一丝欣慰 立刻警觉了起来 走到靠近水潭的地方坐下 以便自己可以全程都看到赵真 赵真此时还没有完全潜下去 从水底望过来 就见白驰略带紧张的侧脸 赵真微笑 水面被冒上去的水泡所击碎 裂成一片片花瓣的形状 缓缓散开 展昭的伤恢复得很快 已经可以自己走平地了 毕竟没有伤到骨头 结痂长肉了 也就恢复得差不多了 最多就是有时候用力不太均匀 稍稍会有些疼 两人沿着小路走了好一会儿 才找到了长老头的住处 一套老旧的三层楼公寓 老头住在101市 阴森的楼道里堆满了杂物 还有自行车 展昭注意到那堆杂物里面 有一个年久破旧的足球 微微皱眉 按响了门铃 良久 才听到里面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回应 谁啊 来的路上 两人沿途买了些水果 白玉堂对着门里喊 大爷 安叔叫我们来的 给你送些水果 门里传来了咔咔的开锁声 很快房门打开 一个满头花白的老头探出头来看了看 哦 你们找谁呀 安叔叫我们来看你 白玉堂又重复了一遍 老头淡淡点点头 方展昭和白玉堂进去 伸手关门 有道的朋友 对 他这几天忙 所以我们路过就顺道来看看你 老头点点头 行动虽然很缓慢 但看起来一点也不糊涂 白玉堂松了口气 转脸 就见展昭盯着墙上的一个玻璃相框看着 脸上的神情似乎是有些不确定 白玉堂走过去 就见那是一张很旧的照片 照片上面是那老头和一个小女孩的合照 那女孩手上抱着个足球 满脸的汗 却笑得幸福 女孩的长相轮廓 有些像安伶俐 展昭又在玻璃台板下面夹着的一些照片里找了一圈 脸上的表情更加的疑惑 马尔 怎么了 展昭刚想说话 就见那老头端着两杯水出来了 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 赶紧上前接过杯子 哦 这里好久没外人来过了 老头坐下 上下打量展昭和白玉堂 有到还有这么年轻的朋友呢 你们不说我还以为是玲璃的朋友呢 大爷 我们也认识玲璃 咱们经常一起踢球 哦 是吗 哎呀 那你们还真是来不巧了 他昨天还在呢 白玉堂一口茶腔道 又烫又腔 猛的就咳嗽起来 边擦嘴边看展昭 这么些门 展昭却完全没在意 而是继续和老头交谈 玲玲经常跟我们提醒你 说他踢球的能耐都是跟你练出来的 哎呀 玲玲啊 是从小就喜欢练球 他还说呀 要是找他进国家队 那国足早出现了呢 展昭微微一笑 意味深长地看了白玉堂一眼 白玉堂从他们的对话中 感觉出了一丝异样来 展昭几乎一直都在和长老头话家常 来来去去兜兜转转 有一句没一句地扯着 听着白玉堂越来越感觉不对劲 漂亮不 乖不乖 哎呦 这四小子 怎么不带回来给我看看呢 下次他回来的时候 你自己问他吧 展昭别过老头 帮他关上门 转脸 就像白玉堂张着嘴 愣在那里 怎么了 白玉堂调整了好一会儿 才说出话来 孟儿 你刚才说对象 老头问的 姑娘 他是说安灵力 是喜欢女生 还是 老头始终叫安灵力灵力 而不是莉莉或者灵力 他说的 也许是灵力 安有道的夫人哭的 也是孩子 而不是女儿 安有道生的是孩子 那 那个不明嫌疑人 算是对象